《蘿蔔多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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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講的是 先講的拉特克斯 它是屬於厄瓜多爾 在它的海外大概600公里的一群小島 那這些島呢 在1830幾年 大概30、12年左右 就會收到厄瓜多爾這一國 厄瓜多爾的意思呢 就是赤道國 因為它就在赤道上 那我們經過的這些地方呢 就有一個地方 我們會一會兒 從南半球到北半球 一會兒就下來 因為它就在赤道上 後來我們回到它的首都 叫做Kito的地方 也是它的附近 就有一個赤道經過 所以它整個國家 就是在赤道上 是很暖的 可是你去的話 你就不覺得它很暖 為什麼呢 你如果到格拉特克斯 它有兩個很冷的海流 在那裡流過 所以你說去游泳的話 好冷好冷 有點像西雅圖 當然沒有西雅圖這麼冷 可是還是很冷 那其實它的Kito 為什麼不冷呢 因為它在大陸的中間 那是因為它的海拔有一萬四千 一萬五千 沒有那麼高 所以它夏天 夏天也是很涼快 所以如果要去那裡 住是不錯的地方 那我們上一次是第一次講 所以介紹了這個國家的一些情形 以及我這次的富兒的情形 那現在我們就要開始在上面 真的是看這些一個一個島的這樣做 那在這個地圖上 是我參加的這個公司 它叫做Happy Eagle 可是這個富兒其實不是它的 那個船的owner 是叫做Exodus 他叫做什麼 Exodus 不是 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 很多的其他的跟我一起去旅行的人 他們參加的那個公司叫做Exodus 可是我們這兩家都不是這個船公司 這船公司就是德國的公司 那我們現在 就是從你看到一號的那邊 就是我上次講的一二三 是我們上一次去過的地方 那這個島呢 雖然不是很大 大概是第二島 這個島叫做Santa Cruz 是它的全部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島 人最多的 大概有個三萬人左右 不是很多 那然後這個最大的島呢 看起來上面像一個海馬的這個呢 這個是最大的島 那這個最大的島 在多少萬年以前呢 是完全沒有這個島的 它是有六個火山 先後一直爆發 最後就變成這麼一個島 那它的西邊 跟像這個Fernandina Fernandina這個地方呢 這個比較小一點的島 幾乎都沒有人住 這個火山還在一直爆發 前兩年才爆發過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以後 還會越來越大 這個情形跟那個夏威尼 是差不多的 夏威尼就是一直在爆 然後又有新的島出來 你就可以看到下一個島 快要出來 可是還沒出來 而前面的島 就一個一個的 往它的西北邊這樣流過去 所以新的島 都是從南邊這邊出來的 那它這裡也是 就是它的新的島 是在它的西邊 所以我們上次去了 就看了一些比方說 Darwin Station 這個是一個Research Center 所有去這邊玩的人都會去那裡 那裡還有一個小鎮 叫做Portal Eora 那離開了這個站以後 我們去的地方 幾乎都無聊無人夜了 只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有一個海港 別的地方都是沒有人住的島 沒有人的島 都不是像你想像的去旅行 要看的地方 最後我們到了James Bay 在這裡 那個是以前有一個做彈射的工廠 可是後來也不做了 所以就看到一些很少一點破舊的building 也沒有什麼人 所以我們想做的旅行 郭伴都是去完全沒有人住的地方 那這些地方呢 就有好幾種 多半都是火山岩 那火山岩呢 就有這個很刺腳的這種火山岩 就叫做Aoi Aoi 你站在上面就叫Aoi Aoi的腳 那另外一種呢 叫做Rope Lava 或者叫做Spot Bandy Lava 就是說它是比較吸而慢慢用的 然後它乾了以後呢 就不會那麼刺 所以走在單位就比較好走 那我們有時候也沒有下船 有時候下船 下船的話 遇到你停在一個沙灘上 大家就跳到水裡走上去 或者是說它就告訴你一個很多火山岩的石頭的地方 你就跳上去 所以我們要去的話 前一天它就會說 今天的早上怎麼樣 下午怎麼樣 都要告訴你說 你是Wet Landing還是Try Landing 還有的地方就是根本就不Land 你就坐在船裡 那所謂船就不是我們那個船 我們要到什麼地方 都要坐 我們是12個人吧 都要分坐兩個氣船 就是吹氣的船 我們說是所謂Inflatable 他們叫做Pangable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從Chinahead開始講 4號然後5號 然後就到Isabella 這個最大的島 我們停了6、7、8、9、10、11跟13 這麼多個地方 那所謂赤道就在差不多13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那裡的時候 要過去的時候還要開個Party 然後發一個禁證件 所以過了赤道 然後等到再回來的時候 我們都在睡覺 有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每一天晚上吃完晚飯 我們的導遊他就自己畫一個圖 在那個黑板上 這全都是他畫的 畫好多工夫 就是說明天我們要停個兩個站 一個叫做Sombrero Chino 就是中國人的帽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叫做Rabita 那這裡所有的地方 不管是街道啊 飛機場啊 或者島啊 還是什麼的 都有三個名字 一個是西班牙名 一個是英文名 一個是本地化的名字 然後他一直想要統一 也不容易統一 也不容易統一 大家的習慣很難改 所以我們就常常會碰到 好多不同的名字 最早就說每天幾點鐘 請來幾點鐘 吃飯幾點鐘 坐船 然後幾點鐘 Swork 這天是比較特別的 早上也Swork 下午也Swork 那他還花多少時間在Swork Swork 普通就是花一個鐘頭左右 就是大家都在船上以後 要去的人另外再去 比方說你回來休息了一兩個鐘頭 他就再帶你去 然後你就把你們放下 大家都自己去玩 大家都很有經驗的 特別有好幾個非常非常會Swork 而且會照相 他們有些照相機都是在水底下冰照的 然後他就寫說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看到什麼 像這個說Sharks Rays Rays就是這種電魚 Steam Rays 好多種Rays 有Steam Rays 有什麼Manta Ray 有什麼Golden Ray 還有什麼Flying Pan Ray 沒有看 因為他後面有一個長蛇 沒有這樣 就是很多種 那這個Panguin是比較特別的東西 因為大家想到Panguin 都是Hollen Hollen 在南極中的地方才有 一般來說就是北極是絕對沒有Panguin的 如果有人跟你說北極看到一個Panguin 那就是騙你 就好像就好像你去北極玩了一大趟 人家說你的老虎有怎麼樣 北極就沒有老虎 那個Happy Gringo Gringo是什麼意思 Gringo是什麼意思 Gringo是中南美洲的人 稱呼美國人 哦 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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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是老外 OK 然後他又寫一個 Vocainic landscape 就是像火山爆發以後的情形 那下午的這個地方 你看到他畫了這個 沒有一根棍子 不太好吃 那這個我們就在海邊走走 隨便看看 那個我們就走到海裡 走到陸地上 繞的地方比較多 就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他那個還畫了一個像Flamingo 對 我們好像那天沒看到Flamingo 那Turtle呢我們一直都常常看到 可是就是看著他的水裡冒一個頭 又不見了 那有一天我們就坐在船裡面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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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tle說 我說有一天我們終於就是到了一個被 叫做雲什麼被裡面 這樣就真的可以看到他在那裡 好 C Lion是到處都有的 C Lion的最特別的地方 我說這個C Lion 你去看不管多少個動物 就是你看他就是了 可是C Lion 當然也是你看他 可是你就看到他這個跟這個打架那個 有很多的Soup Opera在那裡 所以比較有那個Human的那種感覺 不像那個什麼Iguana 什麼的那樣 看不到很多 interaction 所以在這個圖裡面 就是說我們每一次去的東西 按這個次序寫下來 現在我們遇到的是Sombrero Sombrero就是墨西珍寶子 這個邊很大的 那既然說是中國的Sombrero 我覺得是中國式的帽子 像夏威夷也有一個China Hat的道 就是因為它一個小道 是火山流出來的 不過這裡是比較奇怪的火山 就是說你在夏威夷或者在日本啊 什麼到處看到的火山 智力都是長尖尖的這種叫做一個洞的火山 可是他們這裡的火山都是所謂Shield 就是扁扁扁扁扁的一個 像一個燉台那樣子 就是因為它流出來的那個岩漿呢 裡面含的那個溪比較多 所以它的那個叫Viscosity 就是它的黏制性比較差 所以它一流出來就一直流一直流 追不起來 所以我們在這邊看到了全都是室友的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坐的船 小船就在這裡 那這個叫做GoPro 我看起來好像也不見得很精緻 可是好多好多的人都非常想要這種東西 因為它品質很好 而且它非常的防水 不是說你掉到水裡 撈出來就還好的意思 而是說可以在水裡 一直好幾小時都不會有水進去 那這個159個磅是便宜呢還是 就是不貴 那159不是GoPro 我不知道GoPro多少錢 我是說這個Jane呢 她看到了就非常非常羨慕 因為她用的是一個防充的PowerShot 而是比較防水的 價錢也不貴 這個要合美金大概是不到300啦 250左右 所以我不能抽 可是那是她的同時照相機 可是這個GoPro是很值錢的 而且她自己有一個Wi-Fi 我也不懂 這個你看到的就是一個所謂China Hat 然後我第一關心的事就是運船的事 結果我確實是運了 而且還吐了幾次 可是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嚴重 我第一次就是這天早上 還沒吃早飯的時候我就吐了 那我就趕快吃了藥 那我想說 那我就拿點吃的東西 就帶到磅上去吃 結果什麼食物全部不許帶上磅 因為要保護它的生態 所以你下次去 你可以帶一個wrist 我帶了 我帶了 那個就是一個針糾點 是的 親在那個我也知道 我也常常這樣子按 我覺得好像都沒什麼用 我姊姊是說要吃薑 那有人這樣放過 我還有一件可笑的事 這個藥 就是說我帶了一些Dropamine 它那個船上也有 那有一天我就在拿了船上的那個 我就吃了 它還剩兩顆 它就在這裡 這兩顆就剩在那裡 我就放在我的行李裡 那我過了到最近 我三月底的時候 我收我的行李 我就看到這個藥 我把它翻過來看 我就不記得這個藥是什麼東西 它上面寫的是 I'm notting 結果我就去Google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結果我打錯了 我就打成那個 Oh notting 給我吃個白啊 給我 哇 我想死了 我說怎麼會 我在這個行李裡 會有這種東西 我就去問我兒子 因為只有我兒子在我家 誰知道你去哪裡 誰知道你去哪裡 結果他一去Google 結果這個查出來 這就是 阿瓜托爾的Dropamine 叫叫的這個名字 很多要在別國叫不同的名字 這你就很難買了 我們就坐著這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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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遠遠看到那裡 好多是天人杖 這都是天人杖 這種叫做 Candela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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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elabra就是很大獨臺的意思 那個結婚典禮的時候 人家用的那種 結婚 或者是你們哈魯卡的時候 的那種 猶太人的那種 也叫做Candelabra 就是一個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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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是 是有一點 對不對 這個你就看到這個 海邊的石頭是很 很色角的 這個是 船上做工的人 那個是我們的船 看起來還不錯 他平常都是用馬達在開 就是 只有一天 他就把他拉起船來 給我們看看照相 我 我在土耳其做一個也是小船 他也是有一天 把船拉起來 給我們看 對 我們還沒到岸就看到一隻這個 這個 很幸運的 這是一個 是當地的 叫做Galapagos Ha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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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 的 top of the food chain 就是說 他在這個地方隨便到哪裡抓人 別的動物吃 沒有人可以抓他的 他是老大 對 他是老大 所以他很得意的 然後我們再講火山是哪裡來的 這個粉紅色的叫做Nasca Nasca 可以說是一個印第安人的種族 而變成一個地名 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去秘魯的話 他的靠近 就是 尼馬普魯的南邊一點 有一個地方叫做Nasca 那你就可以去看這個 一千年前 印第安人在地上畫的圖 他不是用什麼東西去畫了圖 可是他自己在 他沒有飛機 所以他怎麼畫 一般人都看不見他在畫什麼 所以現在的人 就要坐飛機到天上去 看他到底畫的是什麼 他就畫了一些什麼 老鷹啊 蜘蛛啊 兔子啊 什麼hummingbird 就是都是這些動物 可是你坐在地上 你是看不見的 所以這個名字有點很奇妙 這個叫做Nasca 這個地方 現在這個大的plate 就取名著Nasca 那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小小的叫做Galafato plate 所謂plate 我們中文叫板塊 就是整個地球上 原來是個大火球 後來硬了 冷了以後 就有一塊一塊 就這樣變成一整塊一整塊 裂開這個東西 反正是這兩個plate 這個連接的地方就是地震帶 因為他們一直不停地這樣擠壓 擠壓終於就會爆發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就有很多很多的火山在這 還有一個Cocos plate 一個Nasca plate 跟這個大的叫做Pacific plate 那這裡是中美中跟南美中 那上面那個號碼是什麼 這個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他往哪邊移動的速度 比方說像加州 然後你到天上去看 他只有一個San Andreas fault 就是這樣一整條 就是這兩個擠在一起的地方 看得見的 那這個板塊跟這個板塊 常常是反方向的這樣擠 而每年 比方說一動一側兩側 還是一尺什麼的 那這樣擠得越緊 就越容易爆發 這樣他們就可以一尺 它什麼時候會爆發 這個我剛剛講的 說是它的哪一些島 是什麼時候這樣出來的 一個一個出來的 說是這個石頭 這個Lava Rock 就有這個Aoi Aoi這種比較磁角的 還有一種叫Aoi Toi 這種是Smooth的 這兩個都是夏威夷的語言 變成世界上的木材 那這個部分就是很刺繳的 這個Lava 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含很多的鐵池 所以你如果去旅行 帶了一個指南針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裡 它會擾亂你的石鎮 我上次講過就是說 我們船上有一大部分的人 是已經在那個船上 大概有八天了 他們是去東邊那些島 所以很多那些導遊告訴他們的話 他們都聽過很多遍 都容易靠岸的 就看到有這種小螃蟹 他們全都認識這個螃蟹叫什麼名字 這個植物是這些紅顏色的 因為他們是熱帶 所以事實上是沒有春夏秋冬的 可是他們就有乾季 旱季 到了旱季到底的時候 這些植物都會變顏色 或者葉子都會掉 因為它沒有辦法活下去 可是一開始下雨 他們又都活起來 這個地方就看到這個小螃蟹在這裡 那這些石頭 你看到的都是所謂Lava的石頭 都是不同的年紀 有的是 就是去年的 有的是幾百年前 有的是幾千年幾萬年前 都有 那日子越久就越磨 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個石頭 以後我們到每一次靠岸 那個岸上一定也有一個石頭 絕對是必須有的 這裡是也有一個螃蟹 那這就是我們的前一個隊的人 他們已經上來了 那這個老鷹呢 他又飛來飛去 我們就可以照到好幾個照片 那這個你仔細看呢 他就是一個年輕的老鷹 因為他身上有白板點 如果老的話全身都是黑的 那這個你仔細看呢 這個照的故事清楚 所以這個都是那個海葵 你們知道海葵嗎 這個石頭 上面有好多好多像菊花的花瓣 那樣子 還有一種都 我們知道的 這個是螃蟹 常常看到很多的螃蟹 它基本上都是一個紅紅的顏色 可是也有藍的綠的黃的斑點 叫做Sally Lightfoot Crab 用名字來俏皮 對 很好看的 你也要去照它 那這個文化 不能吃 沒什麼肉 沒什麼肉 很漂亮 很漂亮 那這裡就有個海膽 absent 你已經照著好 就是我的 照著 那個眼睛好像畫的一樣 對 女精 ho Bonnie 都不是我的 那個水 看下去很清在 因為根本沒有什麼人類的汙染 我就是沒有穿 沒有戴拖鞋 沒有戴涼鞋也沒有戴什麼water shoe 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想一個辦法就是光腳下去 就手裡平著自己的鞋 那我是跟洪峰我們去非洲的時候 那個上面說怕蚊子咬 所以要買那個長褲下面可以扎住 那我就帶了一條那個褲子 所以到那裡一拉它就不會掉下去 我以前每次走到海邊 我把褲腿捲起來結果還是都吃掉 這個東西就很方便 根本就不會掉下去了 一下就好了 十塊錢啊 好 幫我看看 這個我們看這個山就像一個中國人的帽子 他們因為在這個海灘上這樣打滾了就有很多 這個其實也不是沙 但是多半都是貝殼沙或者說是coral 就是珊瑚礁 日子久了都變成碎的像沙一樣 可是就比較圓圓的不像沙人而刺 而植物的種類不多 而且我們是在看劇的最後去 所以很多植物我們看得見也有去 這個鳥叫做Frigid Bird 我們在哪裡都看到 我最早在巴拿馬看過 可是也不知是只有這裡還是怎樣 他們的這個Frigid Bird 你們一定看過這個 一個大的紅的氣球在這個胸膛上 他在那個要交配 要追求女性的時候 他就吹這個氣 你們就看到一個大大的吹 我們一般來說 Galapagos的一個很特別的標誌 就是Frigid Bird的那個氣囊吹了 我們去的時候 Win不是真的很熱門的交配的時間 可是後來我們確實看到 偶爾看到有的鳥有紅的胸膛 最後一天我們去的那個島上 就有好多這種鳥住在那裡 他的紅島也在我們 特別去找某一群的地方 很多人很多鳥都有打胸膛的 怎麼知道 這個是第一場撿起來的一個螃蟹 他們把他這樣拉開看你就知道 這個螃蟹是過了一段時間 他就脫殼 脫殼的時候 他的殼就是軟的 所以一定myself shall grab 那這個螃蟹呢 這個螃蟹呢 他就從後面這樣退出來 怎麼知道 他就從後面這樣退出來 怎麼知道他就從後面進出來 很重點 可是我其實是真的有錢 我有一了十五萬塊錢 是什麼東西啊 十二公元 我已經會得是三十塊 他已經被子要換一個 這是什麼東西 那它的種植裡的胃 胃就出現了原來的東西 也有原來的東西 我想也不是說真的就留在那裡 而是說這個包住胃的這些東西 你知道吃螃蟹不是有什麼 我們叫做菊花的那個東西 那它走的時候它不帶著這個 它另外在那裡 不是把胃留在那裡 那眼睛也是一個圓圓的包包 可是它真的可以看得見那邊 可是我又不想把credit card number給它 給它賺一次的功能 然後它就撿到一個字 我下次來給它一次 這個公共黨人叫做WAM 就是J-U-A-N 就是約翰的意思 在西班牙文或者叫WAM 或者叫J-O-A-N 一些做國王的也有什麼樣子 講過 他51歲 各種很愛很愛 好像五分小平都要愛 可是他開始很有絕問 就是懂很多東西 所以也很好 他是說他的父親啊 祖父啊 祖父 他51歲啊 祖父祖母都活著啊 都是一百多歲了 他說哇 那裡的人都很長年 這是一個Marine Iguana 所謂Iguana就是一種蜥蜴 那有這個Marine的跟Land Iguana 兩種 另外還有其他的種 比如說Lava Lizard 這個Marine Iguana就是它會游泳的 它是全世界唯一會游泳的蜥蜴 而他游泳是用他的尾巴 所以他的尾巴很扁很寬 這樣搖 也可以控制方向 也可以往前走 那如果 如果 如果看到Marine Iguana 他的尾巴就圓圓的 而他就不會游泳 哪個 這樣 那一隻可以活五個 這個 不要這樣 以前是四塊錢一隻 怎麼 看什麼program 所以不是 我們所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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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va的旅行 就是要去 每一個島 不管他多麼靠近 或者在同一個島 來一次 他用的那些動物之物 有他的狀態 十四 那就是四個月 四個月之間 二十七塊 那一般我們用的 四個月之間 四個月之間 有六七塊 就是人還沒來的時候 那其他都不要 就是人還沒來 可是endemic就是說 這個不再是 原來在這裏 而且在任何地方 你都找不到 這種東西 不是二十七塊 就是 那達爾文的 學說就是 因為他收集了各種 在每一個島上 其不同的東西 然後看他們的 方便 四個方便 不常來 不一定要常來 這個題 沒有道理 就去 就是 那太極也不要緊 謝謝 所以他說叫做 去 三年半在那個角色 這邊所有其他動物都不一樣 一般動物都是依工的 會一天到晚在外面 放棄不停的亂來 像我們在台灣 你如果去追牠或者抓到牠尾巴 牠自然會自隔幾千 牠會發現到 可是牠就會再長一個新的 牠長的時候有些是一個歪的 或者是有長長好幾個 你如果看到一個沒有尾巴的 你就知道牠打架的時候打樹了 沒有 那這個骨頭只是燙的 不是在吹雪的骨頭 而且很小的骨頭 這是一堆骨頭 那這個骨頭是C lion的骨頭 然後其中這裡就有兩個 比較奇怪的 因為人類沒有這樣的 可是牠的那個尾巴 就是很濃啊 很濃啊 很強 我想Cerabema很多嘛 那這就是一個媽媽一個baby 就很愛想的 過時候就有打架了什麼事情 我大概都是女兒講的 這些人我都不認識 以前我都認識 你都看不到 你看我濕的 就是我濕的 就是我濕的 我太喜歡 很多新年啊 牠的這個腳 一共有五個腳趾 其中的中間三個有指甲 旁邊兩個沒有 那C lion的資料 擠的擠的擠的擠 我不知道啊 牠都是去牌裡面找的東西 不是吃牌的擠的擠 那也會這樣 那肥肉是怎樣的 我們看這種俗路動物 覺得好可愛 這個顏色 新加會員之後 你就會讀這個圖案卡 每次進門擠的擠 就是比較方便 另外就是會員 有Fiscount 有的客室有個四塊錢一次 就是現在呢 就是 如果說你買Cyrus的話 就會有四塊錢 還要稍微便宜一點 所以呢 然後很多客室會員 就那裡邊是免費的 這個時候人不去吃它 因為人沒什麼肉 Cyrus要不要吃它 我們以前四塊錢 我們以前四塊錢一個月 我們以前四塊錢一個月 四塊錢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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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上去都會 現在不上去 現在就在Cyrus開車不方便 就往上去 如果手受傷 那個時候的修容 或者時間就是 我們是後方的修容 應該是後方的修容 但事實上是 我半斤不余 他出了多少次 我們都會不會走太遠 雖多一次 對 我在董事長 五十年 退休 Research 那個 一定有一個在脫屏的 我以前你們 你們那個什麼 雖然開設 C Lions 我有一個功德是老闆 如果他在那裡的話 所有其他的功德都別想有任何行為 所以他們多半是有一個Bachelors 單身的功德那邊 也能被他攻擊 我們看到的就是 看到一個很餓的一個寶貝 他就到處去找奶吃 然後找到一個媽媽已經要吃奶 那個媽媽又不要他 他又去找另外一個 就到處這樣跑來跑去 很可憐的 有一個媽媽 其實不是他媽媽 就讓他吃奶了 然後另外我們看到有一個 這個地方還沒開 媽媽快要馬克人要生了 那最主要就是剛才看到那個水裡面 有一個寶貝做的 我們來了1961以來的媽媽 他就在那裡死 他對其中的一個母子有興趣 可是那個母子對他沒興趣 我才退休了以後 就有人找我去報稅 所以我可以看出來 公文 我是看不出來的 用人看得出來的 公文在這裡生了長的 然後就去了布克利 拿了波士去輪入那裡 只有一種錢 那個兩個記性 都在那裡 要去看它 是一個母子 有一個親手 Instrument 是一個寶貝 的 小姐 而且年紀大了晚上,開始有了 所以我就晚上很早去除非禁了 本來是天方我就不認識了 我已經是不認識人,不是人家見媽媽 下午幾天就打電話,我就叫Rabby 以前原來不認識她的 我本來今天要付會費的 可是我看了沒有,我不想把Critical給她 OK? 她在上面,一張示範 我們喊幾句在這個島上看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Critical 他非常的耐喊,所以到處都會長 又會爬子,到處都會長的 到處都說 這個就是Danny 他就是有一個GoPro這個照相機 我黃黃會戴的 她是長大以後變顏色比較深嗎? 這有的是咖啡色的 我也不知道啊 好像天生的就有一些不同 這些照片的很好 都是她照的還可以照的嗎? 那我通常就她 都沒有信心就是 沒有信心 很像是嗎? 很像是嗎? 你就一年來照相機嗎? 對啊,對對 我再看一看 連線的三、三、三、三級八買的照相機 這個就是有一些樹以前被這個 Lava的岩漿蓋住以後 那個樹爛掉了 就變成一個洞 這個還不太難走 這邊的走是叫做所謂Rope的 Lava tube多半就是因為有一個大樹 後來賴掉就變成一個像隧道一樣 很像水管 大水管的樣子 這個我也不大很清楚 就是Lava的Floor有三種 有一種是 是誰? 是誰? 有一種叫做intrusive 就是說這個岩漿流在水裡面 然後在水裡面這樣流 那有一種叫extrusive 就是說它在陸地上面的 這種它所形成的軸道就不一樣 那至於這個fusive 我也告訴它 他說 是這個流出來是岩漿 還沒有乾、沒有硬 可是後來它又變成一個固域 這裡有一根像竹子的東西 它是從岸上飄過來的 所以這邊沒有這種植物 而這個 我去過的中 特別是南美洲的地方 都有一些竹子 不是從亞洲過去的 因為他們是 不是空心的 我們所謂竹子都是說要空心的 他們都是不空心的 這是有人去把這個trail的方向做了標誌 結果別人就不會轉丟了 這些都是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有解過的 這個做法之下 我們要去做的檔 這些是barnacle barnacle 是你如果有船 或者有那個碼頭 在泡在水裡的部分 就會開始長一些像棒殼類的東西 可是這是一個尖尖的一種 就叫做barnacle 那他們這裡的barnacle 叫做colonial barnacle 我們一般都不吃barnacle 其實它是可以吃 只是太小了 沒什麼肉 那我看過Anthony Bojan 他去智利的菜場 買那麼大的barnacle 因為就有一大塊肉可以吃 那這個很有趣的是 就是他們都固定在那裡 大家都不能去交配 怎麼辦呢 他就從他的這裡 伸出一個長長的 伸到另外一個裡面去交配 哇 真的嗎 哇 真的嗎 這是一個 乙光 乙光 我沒看過出來 是誰跟石頭一樣 對 哇 這是一個 一秒多半分的顏色 好重 人家看起來覺得 都是上司的 對 恐龍 這個是功能 它就有一些顏色 而且是比較大的 自作的事 他們因為在海裡 他有一種功能 就是他鼻子的 就把那個海水蒸發了以後 就變成鹽了 所以他就噴那個鹽 是一種好像 表示 這個是我的地方 或者說 這是我的 我的姨太太 什麼 是一個power的 就是 對 還有一種辦法就是 他會這樣 這樣一直點頭 好像做push of 那樣也是一種 表示他的power territory 站住一個地方 不許人家來的意思 那這個功的母的 的一種分別的辦法 就是這個背上的一個刺 如果很高的話就是功的 如果愛的話就是母的 因為他們是游泳 所以他們沒有那個指甲 他們不能爬山 或者是 他就是走路就說 好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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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的大便 好兇 這是一個提升蟹 他叫做Galafagus提升蟹 提升蟹也是一輩子要喚好幾次 這是一個 Pelican 我們以後會看到很多很多的 Pelican 我們的導遊跟我們講過 這個 Pelican 這是所謂的螳螂 它有一個大袋子在它的嘴下面 它一撈起來很多水 然後它的水就流掉 就剩下魚 有時候就會有比較小的魚 就跟著一起出來 所以現在有另外一種魚 另外一種魚 叫做Brown Toffee 這種鳥就專門跟著它 只看到一撈起來 一撈下來它開始死的時候 就滿頭就有直接飛來飛去 可是我們一直都沒有看 我一直都沒有看到這種情形 直到最後一天 我們要等別人去飛機場 才看到這個情形 就是說它站在那個石頭上 然後滿頭都有別的鳥 躺在那裡飛的 有時候就停在它的頭上 這看起來像沙 可是你仔細看它還是很多很多的 珊瑚礁的碎片在裡面 這樣我們就還是從水上離開了 然後回到我們的船上 這個是他們要準備去 snorkel的東西 就放了一些在這裡 那我也去看看 有一個人拿一個這個網袋 然後你就選你的東西 包括一個所謂mask 就是這個潛水鏡 另外就是有一個websuit 是one piece的 那我也 我根本就沒打算要去 我也沒在游泳裡 所以我就看他們去 可是後來因為它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 就很想要跟著去 我就想一個辦法 我就穿著我的水衣 然後再穿一個websuit 就很好 而且那個websuit讓你不會那麼疼 可是還是很冷 可是我的問題是我沒有眼鏡 我上次去 snorkel的時候 我租的是那個所謂prescription的mask 那一下去什麼都看得見 我那個開船的人 他問我說 你讀書是怎麼樣 是不是 you're pretty much blind if you don't wear glasses 我說 yeah pretty much blind 所以他就有一種是prescription的 所以我看到好多好的東西 可是這些都不是 所以我去了兩次什麼都看不見 所以我就放棄了 和爸還在裡面喝喝喝喝喝的藥 所以這次我沒去 可是下一次我就去了 你沒去游泳你比較好 所以沒關係 不用你游泳 我其實也沒有去游泳 反正我就覺得那個水 實在太不乾淨不好過 他們就坐 比方說我們平常兩個船 那去snorkel就也許只有一個船 可是還是買多人都去旅遊 都去snorkel 而大家都是就是用他的全套的東西 然後一個禮拜是三十塊 所以我也付了三十塊 他就說很低 他說是freshly squeezed juice 不過這個不是我們所謂的 orange 而是可能是一種橘子類的 顏色比較淡 就是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覺得吃得蠻好的 不是說no more fantastic 可是很balanced meal 而且他一直在想辦法做一些比較新奇的東西 他這個食物好像是從外地 都是外地 他們自己沒有農業 這個一般來說就有三個素材 然後就有生菜跟熟的菜 然後有一塊肉 那這塊肉說 他說是snapera 就用一個tomato sauce 就是一大盤就隨便吃 所以看不出我裡面穿了睡衣了 他還蠻像樣子 那這天下午也是wet landing 這個是一個sheer water 我們不知道算是海鴻呢 還是燕子 還是貨星星 他是會在水上 這樣抓東西吃 這個當然也不是我照的 這個我剛才講 就是每個地方都有三個魚 這個是我們非常常見的一個景象 這一種樹叫做incense tree 常常整個島上全都是這個 可是我們看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去一個不同的時候的話 你就會看到 一個島一個島都是綠的 可是我們看到都不是綠的 非常的酷乾的 那這些不是incense tree 而後面那些都是incense tree 那當然靠到海邊的 就有很多的所謂紅樹林 或者是水鼻子 那我以前都去過很多地方 都是看到那個mangrove 就知道有mangrove 到我這裡才知道有四種mangrove 一個叫做red mango 大概我們所謂紅樹林 然後有black 有white 還有一個叫botton 像botton這種東西 他常常拿去做行道樹 就是接著邊上去種一百的樹 還有一串一串的果子 看起來像botton一樣 可是我還不是很能夠認得清紅的白的 更黑的事情 可是紅的是最常見的 就是一到就看到一個海樹 在那裡頭 這個海岸顏色紅紅的 這也是火山的石頭跟沙 可是是紅的 你看那個山上也是紅的 這也是說我們早上出去一次 晚上出去 下午出去一次 可是你看到太陽已經很斜了 就是我們避開太陽很大的時間 所以這一天我們就是說 早上講說八點出去 然後十點去snoco 那下午就是兩點多去snoco 然後四點多下去海上 這個就是一張照片 你看到他的這個尾巴 尾巴裡更有五個小指 中間三個上面有指甲 對不起 問你這是哪個月份 這是哪個月份 我這個是十一月底的最後一天到十二月 所以現在看到的週刊都是十二月 所以現在看到的週刊都是十二月 都是穿短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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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都是穿短袖 那你還有看不見的指甲 等我再找一個 我再找一個 剛才那個摩摩摩摩摩 可能還找到別的地方 有指甲的 就是這個地方它有三個指甲 一個 兩個 還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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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天天洗完 耍國語 你只會到那個主角 還沒叫我 我腳要指頭啊 他主角在前面一點點是 他主角在前面一點點是 剛剛另外一張請中間 就像一張請中間 就像一張請中間 很清楚了 看得出來在那張子 對 兩張 只要奇怪 他有的而已 在關節那裡啊 這個達奧爾裡面解釋為什麼看 達奧爾裡面解釋為什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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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正就知道他的結論就是 他裡面跟我們昨天的政局在流行 他一定有他演變演出版的作用 每一組的軍手 應該是鐵吧 對啊 就是說 對 等到12月以後開始下運 是不是最好的時間去 我不知道啊 我是看他 赤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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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說就是風浪不要太大 那從12月到5月是風浪比較小的 另外半年是風浪大 那怎麼會這樣 那是風浪 那那邊的泰動 本來明明是 像那個6月啊7月 8月 會不會更熱 應該是不會啦 他百分赤到就在那裡 永遠去 永遠去 他們嗚呼 比較高應該是在3月跟9月嘛 這個時候是一顆Black Mangle Black Mangle可以長得很高 長得一百次 我遠遠看的話 White Mangle 那這個Mangle有沒有長水果 有一些長期的 像White跟Voxon 我都看到它的果子 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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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還是柱子 可是不能吃就什麼了 沒什麼味道 這個就還是South Co 他說他跟九重格是親戚 那他會開花麟 你看到的東西就是他們的花麟 不是很好看 你看他的土地的沙是紅的 而是小小的 這個是個Cactus 這跟剛才的Tandamabra不一樣 這種是大片 大片就常常可以結仙人長的果子 在台灣也叫仙人長果子 在英文裡面就叫做Quick Repair 這是有刺的意義的意思 那這個仙人長的葉子 當然果子更好吃了 葉子是烏龜跟鳥類的很重要的食物 所以每一個島上長的不同的仙人長 就使得他的這些鳥類 就有不同的個性 或者說生態 比方說從很底下就有葉子長得上去 那烏龜的脖子就短 他就沉默的吃到 可是的話葉子都長得很高 烏龜的脖子會長 那鳥也生 有的鳥說他是吃那個果汁的 可是如果葉子好吃的話 他就可以吃葉子 那比較多了 那這個 他的這個 這個葉子上的蒸都很軟軟的 而不長 那這個你看 我常常會看到有哪一個仙人長葉子被撐 那他就要欲拳 所以就變成缺一個口 我們常常看到 因為我等米皮貓是前人照 對不對 就是因為他有這些不同的形狀 有一個Hard shape 那比較粗的桿子 就可以長得很粗很粗 而且就已經沒有刺在上面 反正現在自動的傻瓜照相機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要照的東西 前面有別的東西 你就focus在前面 而你沒辦法focus在後面 那就是沒有那個wide angle 也不是wide angle 就是focus 你可以 其實很多的傻瓜照相機 都讓你有辦法選擇說 所以我要manual來focus 可是我都懶得做 所以我要出來就是樹枝比較清楚 你要當大心 或者是一個獅子 就看得模糊糊 就看得很大堆的前面的樹 這個樹叫做Yellow Cordia 它因為在汗氣 所以現在都乾了 可是我們後來到了有一些島上 它有葉子有花有果子什麼樣的 我們都會看到 它的最常見的一些這種樹呢 一個叫做Yellow Correa 一個叫做Incest Tree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叫做Croton 可是這樣你也看不出來的 長葉子你也不認識的 它就是巴 我也不知道我們這個船的名字有什麼記憶 常來Google的半天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這個很粗 烏龜或者是宜瓜 都可以吃這個仙人長的葉子 這個就長得像一個新的樣子 它是因為中間被一個鳥捉到 那這種上面長一個小球 它就會長出另外一個葉子來 可是有時候就會長一個花 所有的仙人長花都非常好看 你看過彈花的人知道 我有一次跟人家要了一層 好像有花的 是開紅花的 那我一個生女生就在五歲 她說 是我醫生看過最好看的一堆 好帥 一身身這樣 一身身這樣 一身身 不帥 不帥 不帥就一身 那那些動物怎麼吃那個Cactus 所以我們得明明的不是 我也不知道 她不怕 她開始不怕 像吃你一樣 會想吃你 我從這邊山上下去 最後就到這個岸上去 對 這個就是說 我剛剛看到的這個 我的照相機就可以照到 它上面有這樣的 因為我可以放大四層 每一層 這個其實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邊就有一些植物 這邊有一個紅物 這個我們叫做Lagun 這個我們叫做Lagun 所謂Lagun一般都是說 在海裡面的島上面的一個Lagun 有時候是跟海通的 有時候是分開的 所以這個是淡水的嗎 這個呢 它是海水的 可是下雨下大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鹹就說了 可是有的Lagun是淡水的 現在我們就要下到這個地方 然後沿著這邊走到那個 C-Lion Beach 這個是一種被保護者的動物 叫做Always can catch 它有一個很容易認就是 有個大紅嘴巴 這裡有一個鳥 我們以後會看到幾千個 不稀罕 這是他們的Galapurus 大小大概像喜鹊那樣 沒有烏鴉那麼大 可是差不多了 這裡有幾個像鴨子類的動物 是他們就把頭伸在那個水裡面 就好像我們台灣的那個 黑面皮鹿一樣 就是這些鳥呢 就是它 就頭就在這裡這樣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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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看到它的紅色身帶裡面 好像很認真讀書這樣 這個叫做white cheek的intail 什麼intail 它這個地方有一根毛是這樣長出來的 它這個顏色也還蠻好的 胸膛這個地方是白的 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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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i-palmated 我一直大懂是什麼意思 因為有很多那個 日本的日本的Naple都是說 他的葉子是palmated 所以就是這個字 就是怎麼樣而拐在他的身上 white clover就是一般的一個水鳥 不是很大的意思 那個sand piper就是比較更小一點 這個水鳥是特別的一種東西 就是跟一般的鳥分成另外一類 因為它的逆食的方法都一樣 這是一個ground finch 在達爾文的研究裡面 有很多很多關於finch的東西 每一個島裡有各種不同的finch 這是一個比較看得清楚的Motion door 後來我們看到了 都不必要給它照相 因為事實在太多了 他說這是一個鹹水的湖 可是如果下雨的時候 就不會冷淡 Sand Piper Sand Piper是很多地方都有的 任何一個海邊都會有Sand Piper 可能都不一定一樣 就是 我也不大講得出什麼話 那個Egrid就是路斯 也是全世界都有的 可是都不大一樣就是 像這裡的Egrid一定是跟我們的不大一樣 還有一種Egrid 就是一般來說有白的Egrid 或者叫Snow Egrid 那如果是灰的藍的 那就有Great Blue Herring 那種就比較大 飛起來很好看 我對於大的鳥特別有興趣 覺得它們很好看 那就是Sand Piper 現在我們就到了這個Sea Lion Beach 就很多Sea Lion都在那裡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躺著 這些通通都是我們所謂說Heren 就是一個土耳其的蘇丹他的後宮 不管多少個全部都是同一個和宮的手下的人 他就是因為在這個紅的紗上 所以他身上的紗就是紅的 沒有這個白的好看 所以這裡你就看到有一個challenge 怎麼搞的 就是有一個年輕的他要跟這個老大挑戰 結果後來還是被打敗 這個是因為他有一些藍藍白黃黃的顏色 所以比較看得見他的指甲 來這個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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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哪有什麼作用 我也覺得一定有什麼作用 應該是 對 應該是 對 拿下來當了兵 可以說你 這個batchman後來就被趕走了 就是剩下這個老大還在這裡 這個時候他只有兩三天大 看起來滿大的 好 現在我們的船他就到這裡來借我們 我們是從納賓上岸繞了一大圈到這裡 這個baby找到他的媽媽了 媽媽 對 對 嗚 嗚 這算我們第一天的welcome dinner 因為前一天很匆忙 大家都才剛剛到 因為前一天很匆忙 大家都才剛剛到 所以就介紹給我們哪一個是captain 哪一個是厨子 哪一個是 反正有的人會兼職 其實這個也是 這個是個厨子 那你這個整個旅遊有幾天 我想是八天吧 八天 對 另外有一部分的人 他們已經在八天去過東院了 所以八天會不會要付多少錢給他 就是整個 我的這個tour的部分是2790塊 我很久以前就一直想要去參加這個 可是都很貴 常常一看都是四五千塊起碼的 因為他的就像非洲的那種給你一樣的 那個門票很貴 那個政府要收很多的錢 因為要去爬喜馬拉雅山 很久以前就要三萬塊 對 對 就是你一定要顧一個島 永遠都要顧這個 所以難怪你們的食物都很精緻的 我都覺得不錯 也不是說很精緻 可是我都吃得很快的 那個船要多久 從本島開到那邊 我們是坐飛機去 去那個島 去 去 Money River 有Airport 還不止一個 好像 Cristofford 那個島上也有一個 可是主要大部分的人都到Seymour Island上面 他就在Voltra的北邊 所以你從一下子飛機裡頭做個小飛機就可以到Voltra 就是成為達爾文 Research Center 那些都在那個島上 我們上一次講的都在那裡跳島上 那所有的人幾乎沒有人坐船來的 那你坐飛機的降錢是另外的 另外算 飛機到本島來回大概是要400塊左右 也許有那時候500塊或者350塊 那我們還另外當然要坐飛機從家裡到它的首都 或者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叫做Wirewell 那是他們的最大的一個城鎮 南邊靠岸 它是 如果你從Keto坐飛機的話 都會經過Wirewell 然後也還去Wirewell 所以我們就被介紹 他們一共有6個人 所以也會多 我們上次 上個禮拜去的那個Carabine那個船 是可以住2970個人 而它的那個crew有1300人 好多 我跟他一起去的 還有兩位 我跟他去摩拉克 我跟他去阿菲卡 去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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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把它烤一盤一大盤一樣烤 整個的中南美洲都非常的喜歡吃這個東西 是鹹的 都有 這個就比較甜 可是大部分都是做鹹的 當然一鍋烤的 是蔥花 好像是蔥花還是菜 蔥油餅 我今天早上才 我去蔡長南三根在家裡 蔥花是小的 我在邦拉馬的時候 那個桃哥就說 你們看那顆是蔥花 看不出來 你去買蘭菊的嗎 不是 我上午在前去買蘭菊 結果因為我就想 哎呀他有的是六毛九的都黑黑的 好看的就往下 結果我們看蘭菊 要把它放到黑上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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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會有一個肉類的 好吃嗎 都還可以吃 看一下 我們都去吃 然後這裡就有Asteria的 你看一下 有可口嗎 不錯啊 是引人一份兒兒子嗎 不是他就是一大盤 就是我們三四個人做一個小桌 一共有四個桌子 那每一次他就每一個桌上都放一個 你就這樣傳著就可以吃 有的人吃多有人吃少 就是每燉都有一個Dessert 就是一個所謂的Touch Bear 就是把它一直燉到很爛 也蠻好吃的 那要不要把它切開 你就會看到裡面的肉 那有皮嗎 對 這是第二天的早上 這個是第二天的早上 這是第二天的早上 這個是它的Omelet 是Chai Omelet 就是帶人韭菜做的Omelet 是第二天的早上 那它另外就有讓這個 可以給我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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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西柴梅是南柴梅是西柴梅 我想它因為客人都是西柴人 我們全團只有我一個是美國來的 別的都是英國的 喔 OK 英國人旅行的時間就比我們多了 對呀 好幾個月的 他又沒有那個 因為他們不需要合理 他們不需要給健康 因為他們不需要給健康 它是免費的 在英國一樣 你就會因為他們不需要 在英國一樣 你不需要賣 我意思是因為它們不需要 因為他們不需要 因為我們上有很多的書 所以其中有一些 竊山山的動物 耳根和鳥 我就把它照下來 都還看得見 這個會繼續 不要嗎 你們上山好像是一副的不多 還是也有 我們也不確定 剛才有新年本 還有別的語言 這是我們去的下野島 這兩個島都是沒有人的島 下面這個島就有人 這個島是所謂 Misabella這個島是全部最大的 而且它長得像一個海螞蟻 你剛剛有一個圖片嗎 Fish of Lopagos 可是它到底有沒有什麼 Fish Industry 應該是沒有的 不過我意思是說 我去旅行就看到很多植物動物 可是我泉水的部分 完全是空白的 因為他們每次回來說 他看到什麼 Centric Popper Fish 什麼這個都不知道 你錢的也看不到 你錢的也看不到 有兩個人都問我說 他買了一個159塊的照相機 他很欣賞 另外一個 這兩個人都說 他要把所有的照片給我 可是他們都沒有下位 這些人都不可靠 不可靠 不可靠 也許是因為你是美國人 但是他們都親口告訴我 說我不會 那當然也可以 你去了幾個島 你去了幾個島 我是去了八個島 而停了十五站 那其中 Isabella這個島 是最大的 而不可靠的站 包括 1234567 如果來 又去那個 整個不在那個島 就是八個 哦 也是 所以他們都很精采 如果要走去的話 就對了 你如果走去 他們說 走去跟一次的價錢 差不多一樣 沒有 可是我去以前 沒有人告訴我 有一個郭卡 沒有 你怎麼沒看到 哦 你是說網站上看到 我也是沒看到 你沒有 是啊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去的 上面寫這個 他們都不是這個 所以現在到哪裡 現在我們要去的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我們先到六號 然後去七號 然後又回到六號 來又在這邊 參觀了別的東西 所以這裡是一個 鎮是有人住的地方 大概是很少人 大概有兩千 三千人吧 可是我們看的這個 Sierra Negra 就是一個火山 我們到那個頂上去看 哇 應該很好看 可是什麼也看不見 因為大霧 哇 所以就跑二月去 你說是白跑了一趟 可是那個時候是世界上 第二大的火山 而第一大的叫做 Ngorogoru 那就是在你的意大利 但是我的火山 但是我的火山 不是啦 哇 那當然沒火山 可是我們看到那個 那真的是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on earth 真的是我去了那個地方 覺得 好像天堂一樣 在哪裡 在沙尼亞的西邊 在沙尼亞的西邊 在沙尼亞的南邊 那你到沙尼亞去 人們買一個 你能買一個 Diamond呢 Bronze Diamond 咱們也突然沒focus 那些東西 對 我們都是窮人的 哈哈 你用的玩法 人家都會 就是啊 沒有去 因為有很多中國人 大家就會去 我跟阿姆斯特丹做過一個 因為我的飛機 第一個飛機跟第二個飛機 中間也有六小時 我就跑到阿姆斯特丹 去做一個 Cornel Cruise 人還不少 我們就看到這個 一個什麼 Anne Franks 什麼 或Museum 最後到了一個 Diamond Cutting Factory 所有的中國人都下去 都不再上來了 你再上來了 就不上來了 時間不夠 你要是買的話 那你可以討好 就是啊 你得慢慢討厘 要先來先去 那所以這一天 我們就在這個 這個亭的地點 去了三個地方 到了那裡 就是一個鎮叫做 I Amel 就是說兩個L 都是在西班牙文 Sobai 唸成一個Y的聲音 除非你是到阿根廷 他們也要唸 噓 所以你說一個洛馬 就叫做 Lama 就是西班牙人 或者說別人 巴掌跟美洲人 都叫做Yama 就是如果到阿根廷 他就要叫Shamma 然後就是去這個火山口 然後去一個烏龜的養殖中心 那這個是在這個裡面 最大的一個島 它的北邊 長得像一個Seahorse 它是完全是由六顆火山爆發出來的 完全原來沒有任何分析 而這些火山都有不止一種名字 所以有點confused 像我們記得這個Sierra Negro 記得說這個山是黑的 而這個女性母姓 母的山 如果是男的就是Negro 母的就是Negro 可是這個山岸叫做Kalas 然後有El Seedon 然後有El Seedon 然後是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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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一個都會看到 他說在200年間爆發26次 然後是蘇文 所以真的是難怪 蘇文 蘇文 它的生態 地質的生態 特別的不同 它有好幾次在不同的地點 忽然一下 身高幾十尺 75尺或者50尺 你就早上一去看 哦 本地都是魚啊 龍蝦在那裡飄來跳去 呵呵呵 這很奇怪的事嗎 對不對 然後它又有這些Bolivar Channel 裡面那個水非常冷 那我們要去的這個Tagas Cove 的地方 就有這個火山爆發以後的一些 我們在土耳其看到的一些生態 就是比方說 像Mushu 的那種石頭等等 可是有很多可看的東西 還有就是這個火山 沿江爆發出來的那個 叫做Purpose 這種石頭 我們有時候用來刷鍋 或者用來洗澡 很鬆的一種石頭 它又有一種 有摩擦性 複蝕 對 複蝕 對 複蝕 複蝕 所以說這個 既然是兩百 最近兩百年 一共爆發了26次的話 就很活的火山 隨時都可能再爆發 現在我們要去走的是一個一公里長的Trail 所以是不走而長 只是有一點不大好走 因為地上都是石頭啊 礫巴什麼的 就爬到這個火山上 因為剛剛我說這些火山都是所謂 Shield 鈍形火山 所以沒有什麼山口 沒有什麼高度可以爬的 而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火山口 對 我想是從它的直徑來算 然後我們去看一個烏龜養殖中心 最後我們就慢慢走到這個鎮上 看到一隻鎮上的店鋪什麼的 這個是我們早上吃的這個 這個是我的牌子上的 你吃了好多木瓜 我特別喜歡吃 對啊 你去吃這些木瓜都好吃 這個木瓜顏色好深 對 你去那裡去吧 那瓜地馬拉如果從地上到這麼高的 對 啊 怎麼這樣可以長 對 那個樹怎麼支撐的主 那還有一個像冬瓜的那個 那個花也很好 對啊 還可以去濕的 潮濕的 我們因為是淡季去了 所以去好的地方都是只有我們一個船 可是一天就看到有一個人的船 這個我們還沒有上岸 它的鎮底上有三千個人 因為有人所以真的有一個碼頭 我們的船可以停在碼頭上 用腳走到碼頭上 用腳走到碼頭上 他後水怎麼只有灰的呀 知覺什麼是天氣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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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漲到鹹水裡面 我們在Powler Pay這個島上 在太平洋中間參加一個小桌 只有六個人 它這個Mangrove就是這裡 你看到海水裡面幾百個這種小堆小堆的就在這裡 後來那個船開動了那個司機或者派輪 他就下來拖著那個船走 所以這個是非常耐鹹水的一種植物 郭婷姓叫Red Man 或是它不是很紅嗎 很多時候都會有 比如說Pine有Red Pine,White Pine,Black Pine 可是你看它還有Yellow Pine 就是看你把它幾種拿起來比湯 看起來比較多 比如說赤兔馬 甚至很少馬是紅的毛 可是就有一間馬是有一點紅 會不會是樹皮 樹皮之後 對,樹皮 主要是樹皮的顏色 這個就是我們要上的這個馬騰 這裡看起來就是一個Rick 其實也看不清楚 這裡又輸了什麼東西 這裡有一個Panguin 當然這個完全看不出是什麼 可是等到我們下領戰的時候 就會那個Panguin就會在我們的旁邊 所以這個Panguin呢 事實上是難怪求的 可是偶爾也會有一兩隻跑到對半球去 因為它那裡有吃到 這是一個Brown Pelican 這個Tanga 哇 這個就是Marine 海的西域 你看它有顏色 而且它是背上那個毛比較高 這個你看到就可以了解它為什麼叫做紅 對 這條路上就是道具都是 然後你看到這裡 這個椅子上也有 噢 它的肉一定很細膩 對 應該很肥 我們就要去坐這個車 因為他們說是一個卡車 而且兩邊是空的 所以就號稱叫做Safari truck 這個是介紹他們的一個地區 我們就上了 這個裡面有white mangrove 你看起來比剛才那個紅的就要白一點 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很多個叫做Safari truck 剛才你看到那個底子上有一個海濕的 那個上面的那棵樹就是一個white mangrove 那這些lava flow的年紀是大概一兩千年 就是 可是有一些就比較看起來像泥土的樣子 很可以重點東西 這個陣子我們到最後就會回來這裡看 這個我們台灣叫的油肝 因為它的形狀像Groosberry 所以就叫Groosberry tree 這個我在泰國跟印度都看到 可是沒什麼味道 就是說你拿來做一個基本的食物 然後你就加糖或者加鹽就可以做菜了 這些植物跟台灣的都很類似 這裡有一個ANGEL'S TROMPET 那個萬九龍 原來它是隱身的 你開車過去兩邊都是 這個就是最奇妙的題目 這個還是ANGEL'S TROMPET 可是它的這個最多的樹是什麼 你都猜不到 它最多的樹是芭蠟 就是三石流 而且是野生的 大批的把它砍掉 砍也砍不完 因為它拼命的長 可惜 可能就是你這個島洞把這個藍邊的都砍完了 北邊又下來了 芭蠟那麼容易長 好奇怪 它那個也都是小小黑的 根本也沒有人吃 那邊不太好吃 可是鳥就會吃它 它有所謂的invasive 外來的有侵略性的植物 它有什麼侵略性 其中一種就是說 那些鳥本來是去吃花蜜的 它會把那個花拳粉 後來它們有了芭蠟湯 沒有做成花蜜的 所以它們是這個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自然災害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自然災害 也看不大清楚 是一顆幼木 跟甘蔗 所以它有一點少數的農業 所以我再點養 這都是Hibiscus 這都是Hibiscus 這Hibiscus 做到那裡的茶 所以就只有一種 好喝的 可是不是這種Hibiscus 你到非洲去到 我講非洲的時候 它們真正地種那種Hibiscus 那個肌肉的肌肉 碰碰碰碰碰 好漂亮 你如果去比方說董城或者酒 就有那個Hibiscus tea是曬乾的 那種東西是真的做Tea Hibiscus tea 這種就是像夏威夷的這種花 拿來做官商用 台灣不是也有當勤動過嗎 台灣有啊 可以買得到 我沒有在台灣看過 我沒有在台灣看過 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新竹的 他給我找他的菜園裡 他做了一個Hibiscus tea 是很好看的一種植物 這個是有 這個裡面有樹鼠 這個所謂樹鼠 我們叫做Maniok 或者叫Kassava 或者叫Yuka 看你是哪一國的 如果在泰國 就要叫Tapiyoka 這在熱帶的比方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種作物 因為它很容易長 又怕不怕汗 反正就是非常容易長 可是很多的種類 它是有毒的 要煮的才能吃 它有Pink跟White Pink好像有毒 樹鼠是不是叫Maniok 木鼠 也叫木鼠 在台灣也很多 我記得有人講過有毒 對 也是 一般來說有毒 並不是真的有毒 如果煮了就可以吃 那這個Kassara Inn 在哪裡 我們看到 反正在路上常常看到的 有這個壁碼 那Button Manro 以後我們還會介紹到 這個Noni是一種 像一個Sanamore 像桑莎 可是它裹色大概這麼大 你在夏威夷很多地方都看不到 在夏威夷大家都說 那個是沒有用的 可是他們確實有人吃 它也有醫學上的用處 那芋頭 咖啡 木瓜 還有這種的複雜 我在滴女中的校園裡有一刻 可是我在台灣看了很多 我在廣州的柳花公園 就看到好多好多 而且有人拿著櫃子去打 我們就坐在那裡去看 那裡打著櫃子 可見是可以吃的 這個是要喝的 這是飯水 還有 還有 有皮靶 有皮靶 皮靶是個很普遍的植物 很多地方都有 可是很少碰到好吃的皮靶 我聽說它因為 醫運就壞掉了 所以就沒有人要種來養 這些通通都是 芭蠟和瓜 那這天我們越走 它就越看不見了 那這個就像我們的所謂 Rainforest 就會讓很多的 Mosque 和 Michael 這我們現在到了這個地方 就下車了 下車以後就有一些說明的地方 還有一些瓶子 這個這些瓶子 你就看到它上面都有頂 可是下面的桌子都是濕的 就是因為整個空氣裡面的濕氣派中 那它的地上就是用這種火山的扶石來扶的 有人來這裡租馬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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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顏色 就是藍的、白的 就是做宗教的 然後它是整年都 而且是本地的植物 可是不是說只有它這裡才有 這是一個 它的名字叫做Galapaganti 所以是本地才有 雖然這種植物 很多地方都有 就跟它不完全一樣 這個看得很清楚 這是芭樂 這個是細細的 你看 我家也放過 所以細細在牆上的 它的花很小 它就在牆上 所以我中了幾年就不見了 這個是芭樂的芭樂 然後這顆也是一個很大的芭樂 它旁邊有一些芭樂 它就在砍掉 這個都是大批的 有人去砍這些芭樂 而我看到的 這個黑黑的乾乾 就是有人當場 他們是認為這是 Invasive 你如果說 其實有道理 是有道理的 可是你如果說 可以大批的去採那個果子賣的話 那你就變成一個好東西 沒有人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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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一次去華大的 那個Vorticultural Center 看它的Mushroom Show 結果最近這次是跑到表野去看的 它就有一個餐位是專門用這個Vicon來做燃料 做出來好幾百種顏色 就是那種Earth color 有咖啡色黃色淺 帶土綠土黃土什麼的 很好看的顏色 這個就真的是可以做燃料的 好 你可以燃蘿花嗎 你知道嗎 可以燃蘿花嗎 可以燃蘿花嗎 好 這顆蘿花就要看它 是不是能留在上面 對 不要一醒就掉了 這裡有一棵柚子樹 我們這個導遊 他說 有人誰知道這是什麼樹 我說柚子樹 他說對對對 他說這個樹長了五十年了 可是現在四周別的植物越來越多 我把它淹沒的感覺 這個是一種我們叫牧樹 這都是他們砍掉的芭蠟樹 真的我們就到了這裡 我們就往前看 這是一個大的火山口 很大很大 什麼也看不見 我們只看到這個樹 這個當然不是我照的 你應該可以看到 這很嚴重 沒有打心啊 有啊 有啊 像左下這樣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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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大 對啊 而且也蠻好看的 可是我還是覺得 那一個好看的部分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全部開的是紫色的小花 好美啊 然後你就看出大象啊 新牛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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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 水牛 什麼 那你下次能不能跟我講 什麼 當然 我想下次就是要兩個人 對啊 一般來說都講太慢了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古蹟 沒有什麼歷史 應該可以講不出來一點 我們就看到一隻牛在那裡 在那邊的山邊上呢 就有一個火山的噴氣口 就是可以出來這個二氧化 它是二氧化 有啊 什麼東西的 它是說三個月前的淫草爆發以後 流下來 那邊應該有溫泉不是嗎 應該有啊 可是沒有人啊 沒有人 沒有人使用 然後看到這個植物 它有那個馬可以出租的 這個不是我的照片 可是我後來也確實看到了一些這種鳥 是一種酷酷的木鱸鳥 它那個嘴巴很奇怪 很飽滿 它叫做 Smukulodani 我們知道 到四隻酷酷集在一起 這是一個露絲 這是一個露絲 這樣就回到這個鎮上 有些普通的榕樹啊 或者是 有Coconut 這個 鳳凰 那個不是你照的 這張是我照的 是啊 很professional good 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是坐在汽車上 所以很完全要靠這個 車搖不搖開這個人工快 這個是就在港口的一個小攤子 他在那裡賣 如果是買一個椰子來 他並把頭切掉 就吸管放進去 就可以吸 可是你也可以要一個所謂 CoCo Loco Loco就是瘋子的意思 一喝酒會醉的意思 是有酒的椰子水 叫做CoCo Loco 他放了酒還是水 他放了酒 他放了酒 這個上面寫的是單是一個 那個叫三塊錢 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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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你的運氣 對 我跟他去 我們就 他就買了一個 就一直喝 一直喝 給大家喝 但是他是三塊錢 他就不能給五塊 他就說我沒錢 他就兩個就五塊 OK 那就兩個 可是那個小的 就只有一點點水 他就是炸你最終 找錢給你 對 就是 對 就是 就那一塊錢 那就給他一塊錢 正常 不曉得 沒想 對 如果這種地方 你不可能回去兩身次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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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就要馬上 就要回到這個港口了 就可以看到 剛才我們看到一個椅子上 有一個 C Lion的地方 那這裡看到的這些 都是White Mango 它沒有Black Mango那麼高 顏色比較淺 綠色 還一直在這樣回去 這裡都是小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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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有那個 好幾個C Lion 坐在一條小的 哎呦 好 好 這位置了 Colin Beach 這裡是喜歡坐椅子 不是遊客 是遊客 好 這個是在那個Mangrove的底下 也看不到一個 有什麼看起來 好 好 這裡也有 可以看到螃蟹 沙漳 坐椅子 不然 扔光 用手 拌打光 特別是那個Pemuin很難找 一向玩家人 一向來玩家人 好 好 這位是個Crab 他們的背影也會瘋 這時候是個拍子好像看不太清楚 這是一個很大的位 這是一個很大的位 這個就不是減減的位 它是一個發射的位 確實身上有很多有的發射 這些瑞是不是有的不是 我們看特別是在加勒比海 很多地方你都可以跟瑞已經有用 可是那個澳洲的那個在做discovery channel 或是animal channel的人 他就是被一個瑞刺死的 噢,我明白 我不知道 他那個太大張了 這也是一個瑞刺 他有一邊這樣掀起來 你就看到底下是白的 然後是一個水 這也是一個水 然後是一邊吃蝦 這就是菜 這個水 我們有三個吃素的 我們每天都有素菜 就是豆腐 我們外國人做的豆腐都覺得怪怪的 現在我們認識去的那個 都常常是Grilled Tofu上面 是一個什麼Tomato sauce 還是什麼 跟我們的口水很相似 我們也有味道 豆腐 那個有 這個豆子就好 這個豆子就好 所以我們做到這裡來 阿白蝦也來 那蝦是不是阿白天啊 這個大米蝦 這個大米蝦 對阿白天的蝦 反正現在差不多的蝦都是養豬的 這個下午我們又回到童津內把港口來 我們就要去這個地方 從這條小路走進去 那這個他的parking log 就是用火山石頭這樣畫出來 哦 他的天頭也 啊 啊 啊 然後我們看完這個地方以後 就要從這條路走進去 所以他有主要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烏龜養殖中 另外的一部分就有那個池塘裡面 就有這個Flamangos 好看 這個就是說 這個山上的烏龜 大烏龜 什麼英文 OK 那些人捐錢 所以這個 他這個地方的作用就是把烏龜放大 那些人捐出來然後是養大了再放到外面去 可是烏龜在兩歲以下的那個size出去容易被別人吃掉 所以他就要等到他更大才能吃 一個是他的養殖中心的建築 這裡有一個小的lava laser 那個確實是一種泥彩色的 很容易看 這個烏龜呢我也不大懂 就是我們看到好多種烏龜 有的你比方說上面是圓的 有的上面是平的 有的脖子長什麼的 都有他的道理 那這個地方因為很多島 很多烏龜 很多不同的生態 我們特別聽到一種的就是說 有一個地方火山爆發以後 烏龜就逃不出來 他們曾鑽過一個隧道 有一個小鑽的時候 他的肺就被壓承了 然後就變成壓扁了 然後就變成壓扁了 好奇怪 他怎麼會遺傳呢 我也不懂 不相信 但是他依然從中 不可能 除非說他一天到晚都火山爆發 你知道他這種烏龜可以 就是說有多少歲嗎 How old can they live? 為什麼跑到這裡來了? 是不是看完了什麼? 每個島的差別大? 你就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比如說牠長的Cactus不一樣 或者說烏龜的貝 至於Finch 是達爾文的很重要的一個研究 我就看得出來牠要量這個嘴巴的長度 我外行都看不出來 你覺得很值得去所有的島嗎? 我要是這樣子嗎? 如果區別很大的還是很值得 那你說這個華盛頓州的話 有很多肺群嗎? 那種鳥是非常 common 我們剛剛看最後什麼? 你是不是剛開始把我的留學到這裡 Oh right Oh right 145 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去的地方裡 因為牠們去過的原來地方 有兩個動物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完全看不到這兩種動物 而牠們看到了 一種叫做Wave the Albatross 那個是牠們整個地區裡最大的一種量 那我們就沒看到 另外一種是Red-footed booby bird 我們看到的都是Blue-footed booby bird 那個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原因 如果看狗阿波都是很多都會有錢 粉藍色的腳 因為這種鳥 是不是很 common 對 很漂亮 這幾天 不是上個禮拜 兩個禮拜 等一個試驗會看沒有牠 講到那個Bogong-footed 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可是在別的島上有紅的我們就沒看到 牠們是說那個樹枝上這樣站了一排 都是紅角的 覺得非常可愛 OK 現在我們接著講這個烏龜 這個烏龜可以有 超多年 很多很多年 他們有一個叫做Charlie 就是Named after Darwin 那個時候 Darwin抓到的一個 就一直養到現在 可是他好像2010也死了 Darwin大概是1835年來的 所以是很多人 有一個叫做黃蜂 然後就會有一些黃蜂跑來就自己淹死了 因為這種黃蜂是一種外來的 而且對牠們有害 好可愛 然後他說 這是另外一種狀況 他說這隻烏龜不夠大的話 會追一種Rice crans來攻擊一種大老鼠 哇 我的天啊 烏龜 烏龜很厲害 烏龜很厲害 我欣碗 你也欣碗 我欣碗 烏龜是 在早清過這邊的水手 海盜 工作生意的人 都是來這裡 把那個烏龜搬到船上 所以他們一路上都有肉汁 而且是新鮮的 不必冷的肉汁 而且是鬆蜜 鬆蜜 鬆蜜 這是他在講的華盛的幾個火山 這個是說 史密爾他要拍ET的時候 他就說ET要長什麼樣子 它會把烏龜身上的蝴蝶吃掉。 哦,那是很好的。 這些烏龜現在35到40歲就可以送回火山上去跟別人物的配置。 有一個有名的烏龜,他有幾千個後代。 你死了嗎? 這個他在吃的就是一個,也可以吃一頭的葉子。 而且他們吃了很多很多衣物都大變出來,都還沒看得出來。 這個地方有一個人在那裡負責。 等一下他就要把這個小黃盒子拿出來給我們看。 這個盒子裡面就有一些,就好像你去那個菲萊塘的地方, 然後他就會有一個浮了多少錢,就把這個烏龜浮了多少錢就倒出來給我們看。 然後就擺在那裡。 結果他也不必講,我們導遊就自動的幫他講了。 從烏龜變成烏出來。 先是蛋嗎? 對,先是個蛋。 烏龜蛋也是在野外是很多很多動物都喜歡的。 可是烏龜那個,他那個小孩沒有生出來的時候,烏龜要刪到一個沙裡? 不是,他就埋在沙裡。 對,他就埋在沙裡。 對,很多機會都有他出來。 他根本不知誰是他。 他就埋在沙裡。 對,他就要從岸上去。 然後你人不能衝他。 據說你如果碰他,他就動不了。 所以我們就看,哎呀,我們後來就看到幾隻小胃,上不了。 因為他那個動物都很好,你知道。 壞大一路成樹葉這樣,就是人體不去好看。 然後他弄上,他就還幾百億。 他這個就是在一個藥水的時候慢慢把它拂出來。 不是,他是把拂出來的東西放在藥水裡。 這樣就可以看,他永遠是。 作為一個巴黎。 這裏面不是這個東西,而是那個。 對呀,就是那個手腿。 這就是embryum。 是,還沒有出口。 哦。 哦。 你出來這個嗎?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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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以後就出來。 哦。 哦。 這個很特別的,就是他沒有公的母的,他的蛋裡面看一幅的時候, 溫度高、溫度低就會變成不同的性別。 哦。 所以他把這些蛋放在那裡,然後他們又熱的燈這樣照。 那上面一層就是,或者說用那個hair dryer,然後用這個hair dryer, 表示human可以control。 對呀。 如果看過Jurassic Park,他就是在說, 我們把這個幾萬百萬年前的動物用DNA做出來。 那人家就說你不怕它破壞現代的什麼不適合還是什麼。 他說沒關係,我們弄得通通都是母的, 因為沒有公的,我們把公的都到底殺掉了。 結果不幸的是,他自己可以變性。 所以他不曉得。 對,他不曉得很好。 對,主要就是說人要play God,是很危險的事。 對呀。 對呀。 這個就是說這個烏龜它的殼是變的,就是因為它從那個tunnel鑽出來。 那在1998年的時候只有十八隻烏龜從那裡救出來。 後來他們生了兩百個飛骨。 這個看起來有點平的。 對啊。 這個也是一個平方。 其實那些小爾文 ange們說過,為什麼turtles就被椅子活那麼久。 你自己清楚了為什麼? 她主要是她的新陳代謝 非常非常慢 因為她又不跑來後去了 走了這麼慢 尤其她穿在她殼子裡面沒有stress 而且那個殼也有保護她 可是對我們人類來講 我們有什麼意思呢 走到一個殼裡面 現在我們就要走到那個食堂裡去了 這個樹叫做她的棉花樹 這個植物叫做百香果 這是她本身色友的百香果 如果外來的百香果 她說不會吃多了不會生病 這個是她的果子 很漂亮 如果吃太多就會不舒服 這裡你看到她的那個棉花球 這個是葛拉伯格斯的葛特 我們在秘魯跟埃及都看到 不是葛拉伯格斯的葛特 這是葛特特 美國的那個是草本 這個是木本的 據說他們的纖維比較細 這個你看到很多的棉花 可是你看到這個是個紅顏色的花 那個是她的花開了以後 第二天就變成紅的 如果是第一天的話 就是黃顏色的 這個是我們已經在前一個島看過一次了 後來也很多地方都會看到 叫做poison apple 這個人是不能吃的 可是有很多動物可以吃它 好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老師 就我有一個問題 他們那邊有沒有那個大王的遺跡 或是紀念碑或什麼 多吉辣 當初都是 靠她吃飯 就好像去西安 她就是在要老清徒的話 沒有 有有有 那也是 看我 但是 謝謝 貪白 謝謝 Fur 謝謝 謝謝 cht